Haze 聊事機 天天AC軍 大家好Haze 今天來到的是 ESOC的 祭奠賽 季軍戰 今年度的三代最後一場大比賽 EZ AD 藍色 對上的是紅色的AIZ 地圖是 加利福尼亞 下加利福尼亞 中間有三個交易站 兩個原住民部落的地圖 這個中間有三個交易站 德國開局這邊選擇先做一個市場開 然後持續的有一個旅車在發木頭 先補到一百目之後補一個房子 現在這邊選擇開一村落 沒有先補交易站 這邊其實應該是正常來講啦 會拉村再補一點木頭 不然就是這邊要走一個兩村落的開局 也不是沒有這個可能性喔 哇 一百零九 EZ AD 還收了一個恭喜喔 Thank you 好 蠻好笑的 蠻好笑的 Tave me many years to reach this 沒意思正常 怎麼了 有何吩咐 好 這邊選擇打了東印度人 他在之前對上昂格斯的時候就有用這一招 我不確定這一次會不會奏效 這邊選了一個懸崖的地方放下了碼頭 算是三代比較特色 有特色的地方就是 他這個懸崖看起來不能放 但實際上 巧度巧一下 還是可以塞進去的 好 這邊 清掉了一隻灰熊之後這邊再打一隻 沒搶到 好 算是了 好 這邊補下碼頭之後開始出漁船 升級這邊選的是一盒圓 這邊拉了山村來蓋 德國這邊應該是選400目的升級喔 這邊竟然也選擇下了碼頭 可是他沒有帶赤海的 這邊有 有紙巾鏈鏟鏟 但是也只有這一張 中國這邊 只有一個東印度人喔 沒有其他赤海相關的卡片 目前海上這邊中國來到了三個漁船 德國這個碼頭蓋的位置也偏 偏詭異喔 卡在這個膠原裡面 這邊也產出了第1艘漁船 側邊補下了交易戰 中國這邊看起來也是想補交易戰 木頭差一點點 好 再補下第二個村落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辦法補這個交易戰 好 第1張卡是 去 欸 草碼 7草碼 接著繼續補漁船 德國這邊應該也是700 木先打 忍者補下了軍營喔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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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這邊EDAD還吃的還蠻開心的喔 兩個碼頭吃 中國人這邊是有看到碼頭喔 所以這邊要搞事的話要特別小心 好 這邊德馬也過來 抓了一下 好 雖然有抓到對方的英雄 看自己的草馬也掉了一隻 好 補下碼頭了 但是直接被發現了 這個只能說是 對方也是有在防 這邊有一個碼頭 這個視野其實都已經被看光光了 好 碼頭這邊也守住了喔 稍微用長矛兵把對手的草馬逼退 好 這邊開始炸 炸在火戰船 有點逼對手去放 就是你要放戰船 我也可以去炸你的船 好 這邊火戰船並沒有產出來 只有產到一艘 這邊應該會接一張七百斤嗎 沒有 好 現在選擇了兩艘戰鬥反船 看起來是要繼續搞對手的海 好 德國這邊大軍出龍了 PZAD有點打一個 節奏破壞 這邊你想搞海是吧 我直接弄你陸地 好 開始燒市場 好 家裡這邊也有記得要躲村喔 好 前面這邊拉走了 然後 剛才沒看到了 牽壓力這邊空頭的船開始 做一個騷擾 那如果拿頭可以拋一下 喔特别 DVAD也出了一艘船 然後升級時代選的是流幻王子 目前AIZ距離上時代還有好一段時間 那這邊不知道會不會打七百斤 來追時代 這如果打了其實也蠻虧的 光是在等這張卡到 又不知道要多久 不過如果直接自己圖的時候 把七百斤給拆了 在這邊選擇打了一張數字卡 請下命令 準備就緒 請下命令 DVAD上了時代喔 等一下可能會發一張護衛劍 我選擇先發的是九德馬 海上這邊要靠自己出船手 就是這樣會用掉這個蠻多木頭的 等一下要升級樹脂的話 可能更沒有足夠的資源去把樹脂乘上去 我這邊想辦法再試圖搞一點破壞 我這邊想辦法再試圖搞一點破壞 我正面這邊倒是 我正面這邊倒是 也有不少兵喔 這邊把老練德馬樹脂乘上去了 應該會直接去打海邊 KID這邊 這邊 基本上是沒有暫存 所以這樣去篤定 你已經在我這邊投了這麼多資源在海上 那你這邊咧 這邊要如何 好 這邊拉著雀削出去追對手的長毛病 目前AI图控是還蠻差的喔 只有家裡這邊的視野 外面的視野都沒有 好 家裡的資源也快要吃乾了 等一下一定要把這團動物跟今天搶下來 這個村落都蓋得太保守了 沒有做到這個開視野的用途 好 這邊來下碼頭了 DEAD的回合 這邊把護衛間空投在對手的池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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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四艘船應該是回不了家 這邊直接開吃 直接吃起對方的 對方的魚了 好 目前看起來 EZAD覺得自己在上鋒喔 沒有急得推出去 選擇再補下一個均勻喔 變成一個打經濟型的德國 不是偏爆發的那一種 他用經濟慢慢的堆起來 把樹脂 把兵種的量 兵量先拉起來 先把對手都還清掉 中國這邊衝得出來喔 中國這邊衝得出來喔 目前的兵量應該是還不夠多的 沒有辦法直接跟德國開戰 不能打退打退 現在要怎麼守這個海岸線會是一個問題喔 這邊北洋軍已經發了 數字已經有提上去了 然後也有蒙古俑者 這邊可能還是要自己出一個戰船 欸 這裡有一個鋁車 在走來走去 這個 船裡面載了一艘旅車 都排了也太多村民了吧 這個村民是怎樣 戰後嬰兒潮 這邊比較不好受喔 這個船一直在旁邊轟 然後這個地形又很難去佔這個馬 這邊再來一艘爆炸船 這個有點危險 哇哇哇 得旅車 德國旅車 完了 強行登陸 逃過一劫 這邊有漁城把他帶走嗎 這邊大軍要過來了 放走了 趕快再蓋個房子 集中生智 補個房子 好這邊有生老練的長矛兵卡 在這個碼頭位這邊的俠 欸這個高低低 哇 又是一個逃不了的節奏 哇EZAD也是現學現賣 在JulianK這樣一搞 那也學起來 直接把對方觀測手 好 好來了啊 受傷的都是中國人 這邊AIZ的兵看起來也具不太齊 這邊專項的打海 這邊兵量並沒有堆起來 軍事群現在才補 這已經有點慢了 看這情況還不如直接上10代 這邊海可能也要放棄了,搶不了 這邊也沒有發 10代3的戰船 家裡的碼頭要著火了 炒上只有這一點兵 DAD他其實陸地上的軍隊一直有在補 他海上的部隊出的還蠻節制的 你看這邊還有長矛兵 可以去戳你的雀血 AID人口數102 對方是126 還點上了10代4 大局優勢全都在德國這邊 EAD這邊的節奏掌控的是蠻高的 EAD這邊的節奏掌控的是蠻高的 好,一個反擊 這邊靠著英雄 打出了一波 可是沒有造出弟子 有點可惜 好可惜 來上這邊 有一個戰鬥反船 這邊再配一個火戰船 要來炸對手的船 炸掉了 正面這邊 看起來也沒有推得很順 這個英雄可能會死在這裡 沒有啦 走了 這邊再點兵工場的步兵胸甲 還有 還有 軍隊骨手 一個加跑速 一個加血量 好,這邊陸續的把科技提上來 好,這邊陸續的把科技提上來 好,軍隊骨手 那一家步兵的移動速度10% 對長矛丁使用 5.5.5 海上這邊看起來中國是要一口氣拿下來 但是陸地這邊可能會直接落敗 完全沒有不對的手 好 這邊有滿洲 但是鐵軍在這裡喔 滿洲跟鐵軍這個 兩個是 組合 必須要搭配好 好 這邊選擇回舊了 但家裡已經爆開了 這場應該差不多就到這邊喔 AIV也只不太出東西來反打 他現在有一個時代的落後 好 叫出了一個鷹炮加鴻翼軍的組合 但是炮兵直接被戳掉 這邊交換的還行啊 滿洲加鐵軍的組合還是蠻可怕的 這邊AIV把TC一口氣拉起來 應該還有機會 這邊其實只要轉護衛閃 德國轉護衛閃 再配馬戰車 基本上就無界了 德馬也可以直接升上護衛 這邊果然有在點喔 普魯士德國起點 這個一點下去 德馬 直接亮變 引發 直變 和融合反應 就無敵了 對吧 我想要蓋馬頭 被抓包 然後開始 拿下 就知道 這個 因為 因為 6.5的寶數 還有紡織技術跟手工技術 GG NO YES GG 你看到他的雀學跟 滿洲被包在一起了 直接宣告GG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AIZ的帶牌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帶4帶3的輔寸 好,這邊是EZAD的帶牌 好,那這一場就到這邊 EZAD整體的節奏掌握的是還滿不錯的 一直有控住 就是他一開始 節奏被打 也沒有因為說德國不是一個擅長打海的文明 然後自己 海域這邊就控制 失去控制 然後又守住 後面這邊也有順利的去攻擊 AIZ的海岸線 然後 陸兵也 陸地上的兵也一直有補起來 然後到後面大決戰的時候 是時代 戰 基本上是完全體 去打對方這個用兵組織組合 雖然這邊交換比比較差 但是 AIZ 死傷慘重 這一波也追不回來 沒辦法上時代 數值會被拉得更快 尤其中國就是一個需要靠 史萊斯來 讓這個整個數值大躍進的 一個文明 沒上到史萊斯這邊 要打史萊斯德國就太痛苦了 好,那這一場就錄到這邊了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請大家看看